嘿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六 那上一集的影片当中呢我提到了 我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参加报名费1万美金的永利 夏日经典赛的主赛事 那这场比赛的参加人数 总共有1328人 总奖池也来到了接近3亿5000万台币 冠军则可以独得202万美金 大约是5600万台币 那我在Day1的预赛当中 一开始顺风顺水 把起始筹码从4万打到了10万之后 没想到进入了疯狂掉帕的节奏 一路掉到了7万 那我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度过Day1 进入到Day2复赛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那继续来到盲注级别300500 大盲前注500 全部的人盖牌到我之后 我在Button拿到了A8不同花 选择Open了1200 小盲的玩家盖牌 那大盲的玩家也就是上一集AK9手 非常侵略的玩家扣了下来 两个人看到了FLOP 那FLOP来了J86两张砖块 大盲的玩家选择CHECK 那我中了一个中队顶角 还有一个NOT FLUSH的后门花 在这边我要选择CHECK或者是BET 我会根据我的对手来做决定 像是对到大盲这种比较激进的玩家 我会选择CHECK 希望他看到我CHECK之后 再turn上乱BLUFF 那turn拿了一张砖块5 也是第三张砖块 大盲玩家这时候选择下注了2800 大概是快要九成的底池 虽然说盘面上有一些两队 或是沉顺的可能 但我有着中队带砖块A 加上前面有提到他是一位很激进的玩家 所以当然还是选择扣了下来 那RIVER来了一张梅花Q 大盲的玩家选择了CHECK 而这个盲面上我也没有什么价值可拿了 所以我也跟着CHECK 那大盲的玩家秀出了K2梅花后 我摊牌A8拿下了这个底池 那大盲的玩家就如同我想的一样 他会在turn上面做一些随机的BLUFF 如果我们下注FLOP的话 他可能就直接盖掉了 那这手牌呢 让我在连续掉了好几个PAT之后 终于止跌 但是没想到 我还是没有办法收复我之前 疯狂喷掉的筹码 之后盲注级别来到了300 600 大盲前注600 这手牌EP的玩家选择OPEN到了1300 Logic Way的一位Regular A 他选择了Code 那我在Cut Off Way拿到了AQ不同花 那EP这位玩家就是我在上一集 A10专块那时候里面说到的 抵抗3-bet很低的中老年男子 所以我又选择了3-bet squeeze到5400 那这位中老年男子又选择了盖牌 但是Logic Way的Regular A 扣了下来 两个人看到了FLOP FLOP来了4593张黑桃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排面 因为我手上有黑桃A 那我在这边选择C-bet了4000 大概是30%的底持 希望能在FLOP或是TUN 打开一些没有黑桃的手里队 但没想到我在这边被我的对手 Check Race到了1万 这边很麻烦的是 对手的炸虎其实不多 因为他的BLUFF可能会是单张的黑桃A 但偏偏这张黑桃A在我的手上 那比较少的人会拿黑桃K或是黑桃Q这样做 再加上他又是Regular 他在翻牌前扣的范围 大多都是童话忍头牌 或者是手里队之类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有天花 或者是一些超队 像是诗诗JJ带一张黑桃 或者是他中了Set 但因为赔率的关系 加上我还有两高张 以及Not Flush Draw 所以我还是扣了下来 那TUN来了一张别牌4 大忙选择了Check 那这边我是比较倾向Check 原因是因为我如果在这边下注 通常时时JJ有黑桃的都会继续跟之外 再加上如果对方是Set的话 也很有可能Check 让我自己下注我的超队 铜花或是买花 所以我是有可能已经Join Dead了 所以在这边我选择了Check Back 想要看一张Free Card 只希望River能够掉一些 能够帮助到我的牌 那River来一张爱心K 这时候对手中注了2万 我当然就是选择一秒盖牌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在UTG拿到了AQ铜花 Open了1500 盖到了小忙的玩家 他选择了Call 然后大忙的玩家也选择了Call 三个人看到了Flop Flop来了K52一张梅花 是一个非常干的牌面 小忙跟大忙都选择Check 那我在这边有一个高牌 后门铜花以及后门瞬 我C背了1500 那小忙选择了盖牌 大忙Call 那TUN来了一张梅花7 这让我有个Not Flush Draw 但没想到大忙的玩家跳出来 All in了12300的抽码 大概是1.5倍的底池左右 当然它的范围里面可能会有像是 4.6梅花 3.6梅花等等落后我的牌 但组合数太少了 只要它有任何一个对子 我的赔率就是不够的 所以我选择了气牌 OK那现在是Dinner Break 晚餐时间 如果是Day1A或Day1B的话 你买入的时候 它会给你就是Buffet的餐券 但因为Day1C的人太多了 所以它就送你这个 就是35元的餐券 那因为现在赌场里面 人真的太多了 然后我只打过一季一秒 我不太敢在里面吃饭 所以我就到外面 人比较少的地方休息 那我是从Lv.3开始打的 就是大忙300的这个级别 那Lv.3跟Lv.4 打的还算蛮顺利的 呃 筹码有超过10万 那那次休息之后呢 Lv.5和Lv.6 就是刚刚掉了蛮多的筹码了 大概掉了超过50%的筹码吧 只剩下接近5万左右 但还是比骑士马多啦 那就慢慢打吧 毕竟这是一个6天的赛事 那今天要打10个 就是一个小时的Lv. 然后加上休息时间 总共是打12个小时 那Day2开始之后 每个Lv.会变成90分钟 然后每天打6个Lv. 那就继续慢慢的努力吧 希望今天能够挺过Day1 休息回来之后呢 忙柱级别来到了400、800 大忙前柱800 那在这个级别呢 几乎都没有什么精彩的手牌 要不就是我Open 然后对方扣 我Flop C被一发 对方盖牌 要不就是我扣了一手牌 然后Flop没有中之后就盖牌了 那筹码的数量也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动 维持在5万左右 就到了接下来的忙柱级别 500、1000 然后大忙前柱1000 那这手牌呢 全部的人盖到我 我在Card of Way拿到了7-8铜花 Open了2200 盖牌盖到了大忙的Regular B 扣了下来 两个人看到Flop 那Flop来了80J不同花 大忙选择了Check 那我也选择了Check back 转牌来了一张黑桃漆 大忙下注了3500 那当然这边大忙的范围里面 会有9 但也会有很多的Bluff 那我的范围里面 当然也会Check back一些9 在Flop上面 那这时候我中了两对 所以我当然也是选择了Call 那River来了一张砖快Q 这时候我在想说如果大忙下注的话 我要选择Call抓他的Bluff 还是选择All-in 转Bluff Represent大忙范围 不会有的Ace King的时候 大忙选择了Check 那这边对上Regular 当然是不太会有什么价值之外 我的第一两对就是一个摊牌价值很好的牌 可以赢他转牌上的Bluff 像是买花没中 或者是QX 和牌中的QCheck之类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Check back 那大忙摊牌他有Q5爱心 那我的第一两对就收下了这个底持 接下来刚刚在4593张黑桃上面 赢我Ace Queen的那个Regular A 在Logic open了2500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牌 我终于拿到了Ace's 那我选择3倍到了7500 正准备要报仇的时候 那个Regular A 盖牌了 那后来忙注身到了600 1200 大忙前出1200的级别当中 我有拿到了两把Ace King 但都没有什么后续 都是有人Open 我3倍之后盖牌 那这个级别虽然没有什么手牌 但也让我的筹码维持在7万出头左右 终于到了Day1的最后一个级别 1000 1500 大忙前注1500 接下来的这手牌呢 是MP的玩家Open了3000 我在Cut of Way看了看自己的手牌 我有AQ不同花 那因为这位MP的玩家 只剩下大概2万多的筹码 只有十几个大忙 我这边选择3倍到了8600 然后准备扣MP的All-In跟他跑马 结果我被小忙的玩家 4倍All-In了8万左右 超过了50个大忙 那MP的玩家盖牌之后呢 我觉得他在这边All-In的范围 最差只会跟我一样是S Queen 当然他的范围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是 1010 JJ等等的手牌 但他的整个范围来说 大多都是比我强的组合 所以我就选择了盖牌 那今天的AQ是真的有毒 拿了3次的AQ都让我掉了不少的筹码 那接下来的这手牌呢 是我觉得我打错的一手牌 就让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这手牌呢 全部的玩家盖牌盖到了我 我在Cut of Way拿了88 Open了3500 Button的玩家盖牌之后呢 小忙的玩家选择了Pin Call 这时候呢 大忙的玩家Regular B 推出了All-In 那我请低了算了算他的筹码 总共有58500 大约是39个大忙 那我的筹码大概是6万出头 大约是40多个大忙 那在我想了半天之后 我最后竟然选择 很闹的盖牌了 这手牌可能很多的玩家会觉得说 对方有39个大忙 算还蛮多的 盖掉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这手牌盖掉之后呢 我马上就发现 我打错牌了 而且打的真的还蛮差的 因为这种30到40个大忙 在忙住位 然后对上后卫有一个玩家Open 一个玩家Call的时候 直接推All-In的策略 所以在高额锦标赛里 其实是很常见的 不知道是每天打牌打太久 头脑不清楚还是怎么样 我竟然没有跟 特别是对方还是一个Regular 因为通常Regular在这边会推得很宽 除了大对子啊 S-King S-Queen等强牌之外 可能会有很多 中小对子 A小童花 S-Jack S-10 或是一些童花人头牌 这边随便用模拟软体按一按就知道 在数学理论上是绝对要跟的 特别是如果他在这边 不会直接推AAKKQQ的话 那我就更要跟 因为我只输 99-10-10-JJ 虽然当然会跟一些 两高张跑马 但我的88 还能Dominate一些 像是556677等比我小的对子 以及一些A小童花 这个EV是正还不少的 再加上如果我在这边 连88都不跟的话 我在策略上是会被剥削的 总之 这手牌让我懊恼了非常久 我没想到我那时候竟然会 犯了很多锦标赛 新手玩家会犯的错误 那就是太在意活着 接下来的一手牌是UTG加1的玩家 Regular A Open了3500 我在low drag away拿到了10J同花 选择了call 那小猫的玩家call 大猫的玩家call 大猫的玩家call 四个人看到了flop 那flop来了JJ7不同花 这时候我中了三条 全部的玩家check到了之后 我选择下注了5000 大约是三分之一个底次 那大小猫的玩家盖牌之后 UTG加1的Regular A 他选择了call 那turn来了一个爱心A 有了一个后门花 UTG加1选择了check 我继续下注了8000 那这些牌 一样是一个不大的柱 希望他除了有一些 S Queen S King 可以跟注之外 也希望他的一些手里队 可以继续call 那他想了一下之后 选择了call River来了一张blank 梅花3 UTG加1 继续选择了track 这时候我想了想 下注了10000 这边因为我是有位置的 所以我的范围里面 还是会有像是 KQ同花 K10同花 Q10同花 或者是 89同花 90同花等 买顺或买花 没有中 那这些牌如果要bluff的话 我也差不多会打这个尺寸 那这手牌 让对手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 他在想了大概一分半之后 选择了call 而我也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底池 拿下了这个底池之后呢 我的筹码又回到了快10万 接近军马左右 那之后呢就拆桌了 没想到拆桌过去之后 我又继续的疯狂喷马 换桌之后 首先是在hijack way Open了一手22到3500 然后被cut off way的玩家 3倍到了1万 结果后面有个玩家冷跟 我当然也是跟进去看flop抽say 结果没中之后盖牌 之后在cut off way 拿到了一对7 跟lowjack 一个只有10多个大忙的玩家 跑马 结果他是AA 对直接又输了这个part 再来又拿了一首s check不同花 Open之后呢 背4加根 flop直接Q963张砖块 而我一张砖块都没有 所以就选择了放弃 最后又在MP拿了一首kq不同花 Open之后被hijack way 3倍 之后又选择了盖牌 就这样在换桌后 噴了3万多的筹码 筹码量回到了63500 结束了Day1 OK好 然后今天打完Day1了 那 最后一个级别 真的掉太多筹码了 掉了大概快4万吧 3-4万 然后现在的军码是 大概10万出头 然后我剩下 63500 但是Day2的级别是 12000开始打 所以还有三十几个BB 那Day2开始之后就变成90分钟 越后面RUN得好不好越重要了 所以就希望Day2可以RUN得好一点 换我了是不是 换我了 我今天打了一个600枚的monster stack 在Venetian 然后打到250几个人报名 打到剩下46个吧 36个进前一圈 然后第46个的时候 我炸虎了一首 就是打空气炸虎 打两条直接射塔 有被他3-3重生秒扣 直接死去 所以今天 输又完了 诶 Venetian 剪进去 你会不会有小手 会啊 我就在下面留言说 诶我的画面怎么被 OK那这一次的报名人数 大概有 快1400人吧 现在死了大概60%的人吧 剩40% 希望 可以撑过Day2进到前圈 前圈应该是Day2诶 或Day3出啦 OK那 以上就是这节内容 如果喜欢扑克 或者是对我的频道讯的朋友 欢迎分享订阅 并且打开铃铛 除此之外 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G 以及我的FB粉专 那 我是小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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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